在自由市场的大门即将开始之际,联盟中的留言也是开始变多,不管是跳出合同的,被球队放弃执行球员选项的,还是执行球员选项的,都已经纷纷开始行动。 而在这顿饕贴大餐中,再次成为自由身的老将伊格达拉的去向也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尽管油箱里的油已经不多,但伊格达拉依旧吸引了不少球队关注,那么他会去哪呢? 在自由市场前夜,热火宣布将不会执行伊格达拉下赛季1500万的球员选项,这意味着后者将在今夏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说实话,对于热火的这一决定,相信大家也都不意外,毕竟对于热火来说,伊格达拉的年纪也已经过大了,对于球队的贡献也是大不如过往。 其中,上赛季他为热火队出战63场比赛,场均仅得到4.4分,3.5篮板,2.3主攻。 在季后赛中,伊格达拉出战4场比赛,仅能得到3.8分,3篮板,1.3主攻。 这样的表现显然不是热火需要的球员。 虽然我们都知道,伊格达拉更多的是在防守端发挥作用,可是在防守端上,他的能力也是出现了巨幅下滑,不能跟过往一样补防和单防对手,甚至有时候还经常露出防守空打。 所以,对于想要争贯的热火来说,伊格达拉是到了被球队清洗的地步,于是我们便看到热火不执行他的球员选项,让他成为自由球员。 那么在成为自由球员后,伊格达拉会去哪呢?有老将流入到自由市场了,那必须有洛杉矶友谊队。 对于本赛季交易留言频出的胡人来说,只要是能用得上的球员,那么不管是谁都能够跟他们挂钩。 这波,在前不久完成了威斯布鲁克的交易后,胡人继续在自由市场寻求补强填补阵容,而进入自由市场的伊格达拉就出现在了胡人的友谊名单中。 由于送走波普、库斯马和哈雷尔后,胡人续约在继续对球队的二号位和三号位进行补强,尤其是防守补强。 而现在,流入市场的伊格达拉显然是符合球队需求的,因此他们也是积极地寻求沟通。 可是对于伊格达拉,有意向的并不只有胡人,还有这勇士。 由于本赛季,勇士是唯一一支队内同时拥有四名身价过意球星的球队,这使得他们的薪资空间变得很紧张。 虽然球队目前也已经打算放弃乌布雷和贝兹莫尔,但两人的出走并不能解决球队的薪资问题。 球队管理层依旧很难围绕着库里等人进行大刀阔斧的引员和补强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勇士来说,他们只能够在自由市场当中寻求一些性价比超高的老将球员进行补强。 而有这多年合作经验的伊格达拉无疑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他们也还暂时为开展行动。 而相比较于勇士先有意,现在伊格达拉却是率先表态想重回勇士。 有消息称,伊格达拉已经计划和勇士进行会面,商讨签约加盟一事。 暂且不说结果会怎么样,就他的这分以下我们都可以看出胡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因为即使伊格达拉最终没有加盟勇士,那么很可能他的选择便是退役。 毕竟,对于他来说,打篮球也是兴趣和爱好。 如果不能待在自己想待的球队,那么退役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伊格达拉新赛季的去下或许已经成为定局,那便是重返勇士,与库里、汤普森和格林这些老队友并肩作战。 而伊格达拉回归球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讨历到他和勇士队主教练科尔之前有过合作争贯的经历,双方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自然不必多说,甚至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磨合。 集插集用的伊格达拉便能立即做出贡献。 而一旦伊格达拉回到湾区,届时库里、伊格达拉、汤普森和格林的勇士必将重新回归到球迷的视野。 新赛季他们能卷起怎样的腥风血雨呢? 球哥真的是拭目一旦。 当然,对于勇士来说,他们的目光也不仅是伊格达拉,还有自由市场上其他有经验有实力的老将。 而上赛季,在快船队重新打出了一些身价和名气的前锋巴图姆,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他也是勇士十分看重并且有意挖掘的因缘目标。 上赛季加盟快船后,32岁的巴图姆的表现我们有目共睹。 整个常规赛当中,巴图姆共代表快船队出战了67场常规赛比赛。 赛季出钱率可以说相当可观。 不仅成功帮助快船队打进了季后赛,整个季后赛当中,巴图姆场均8.1分,5.5篮板,2.1助攻,1.3强断,以及38.9分球命中率的高效表现,一直被视为争贯拼图的巴图姆,更是一度成为了对手难以解决的存在。 对于勇士而言,尚有一战之力的巴图姆能够有效地增加球队阵容深度和场上高度,甚至是在库里和维金斯身边以及勇士的篮球体系当中,老人迷奸的巴图姆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从性价比角度考虑,低型高能的巴图姆显然也是勇士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选项。 但现在来看,双方很有可能在自由市场开启后达成共识。 在此前,有消息传出,巴图姆和勇士双方都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无疑加剧了双方的共识。 而在最后,也是有消息称,勇士打算进行大交易,愿意放弃所有资产换取一名球员。 虽然没有明说,但就目前来看,这名球员很可能是比尔。 可是丘哥认为,勇士很难达成这一笔交易,因为其财目前已经打算围绕比尔进行重建, 他们不会对外交易比尔,而且勇士老板也是明确表态,不会再进行大交易。 他们想要寻求沟通未来的桥梁,也就是,他们要更注重对年轻球员的培养。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球队保持有一定的战斗力,也就是拥有库里等人的情况下。 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勇士下赛季的目标显然是能征贯最好, 不能征贯就培养新生代球员,同时闯进季后赛。 不管怎么说,勇士在休赛期肯定还是会进行一系列的动作, 那么他们下赛季会成为联盟最大的搅局者吗?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订阅球哥不含糊。